2007年我加入金融的这个行业 那么我其实一直是在做这个 Fist Income的Sales and Trading 这一块 那么我从2008年的5月份就来到香港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就即使香港是一个超级金融中心 全世界纽约 伦敦 香港 对吧 纽轮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金融中心 但实际上普通的工薪阶层 普通的中产阶级还有其他的市民 其实是缺少长期的有效的投资建议的 这个也是给我后来创业做了一些伏笔 就是我希望去做一些更加低成本 更加透明 更加跟客户的长期利益 保持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方式 其实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是没有创业过的 就是基本上是一直是做银行方面的投资的工作 但是从2005年我离开最后一份工作之后 我当时是给自己一个一年的期限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自己的 关于Fintech当中的一个创业的项目 一开始其实我们并不是做robot advice 一开始我跟黄博士 我的合伙人 我们两个人是想去做一些 quang investment 就是做一些量化的一些投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美国来的一些新的idea 像Wealthfront 还有Betterman 他们是用algorithm去做global seleccation 然后我们研究了这样的业务模式 我们觉得这个业务模式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就是95%的香港的市民 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才会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业当中 公司创立的是在2015年底 就是我跟黄博士一起创立这个公司 那么一开始我们两个人是白手起家 我们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图书馆里成立这个公司 一开始只有两个人 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 现在已经有差不多六年的这个历史了 当然了一开始的话 我们也是花了接近三年的时间 都是在科大的科大里面 或者是科大旁边的村屋 去发展自己的这个这个算法策略 对吧 一开始我们招聘是非常难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公室 我们招聘了一些这个实习生 他们可能做了两个月说 你们两个人怎么连一个office都没有 这个是不是没增啊 这样就离开了 后来我们有幸入选科大的创业的孵化器 那么他们在学校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办公室 一个很小的一个办公室 没有窗户的 里面可以坐六个人 那么我们就在那边又招了一些科大的一些毕业生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算法的研发 我们一开始的话呢 其实启动成本差不多也有几百万的这样的这个启动的成本 当时其实香港的创业环境没有那么的好 对吧 2015年没有多少人创业 没有多少这个天使投资人 我记得第一次的天使投资人 他们的投资金额差不多加起来有500万港币 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刚刚开始 那么到后来我们其实整个大大小小做了有这个五次的融资 我们总共的融资金额接近有5000万美元 那么后面的这个投资人就越来越大 有阿里巴巴 有这个联想创投 有香港的数码港 有正合资本 那么大家都是越来越认同我们公司的技术的能力 和我们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呢有更多的股东进来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上面呢 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从client onboarding到KYC 到这个portfolio recommendation 再到这个execution monitoring rebalance 全部都是自动化的 我们这边有10万多个香港的这个用户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customer service团队只有三个人 就说明我们所有东西都已经是自动化 我们每周有交易6万笔的这样的这个交易 港股A股美股全部都是自动化 没有任何一个trader都是coding来去运行的 我们这间公司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00年 就是未来的100年一定是一个数字化的这个时代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为亚洲1亿人去提供1万亿 这个港币的一个资产管理的一个规模 那么对于香港人的年轻人来说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adoption rate还是比较低的 现在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智能投雇 什么是全球自然配置 但是这个真的是对你的投资来说是非常健康 非常长期的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